近来,多部古装影视剧作品让剧中古色古香的服饰和妆容引发关注,究竟其中的幅画有没有真实还原古识风貌?千百年前的古人装束又会是怎样? 近日,中心社记者专访了曾为多部剧集和节目担任幅画顾问的服装史研究者陈诗宇,揭秘热播影视剧作品里的《服饰奥秘》。 莲花棺,它所用的章叫植物章,植物章是纵向的插法,而不是横向的,我们很有名的宋徽宗的听琴图里头,它所穿的是一件稻妆,所以它头上带的小棺也是一个小棺,从后往前插,我们看另外一幅,这个是宋哲宗皇后的肖像,它头上是带着一个如意冠,是一个便冠,但是它头上带着一个如意冠,是一个便冠, 头上带着一个如意冠,也是从后往前插带,我们在这个戏里头可以看到,每一位男性基本上头上都裹着一个黑色的头巾,它的里头先有一个椭圆形的骨架,作为这个金子的支撑, 接着呢会再把一个黑色的布给门在这个金子上,这个布呢有四个角,两个角呢在后边系起来下垂,另外一个两个角呢在前头翻上去系上,这个就叫做折扇筋 我们在剧里头,经常看到一个标准装面,就是额头上有这个花垫或者叫花子,然后呢这边会点一个假酒窝,叫假眼,然后呢两边呢会画两道红的装饰叫斜红,这一套装面呢我们叫做这个唐大的标准唐装 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老太太,她两边的这个小月牙,其实是大概在开月年间的一个画法,我们看到另外一幅这个就是唐代娟画,跟她的月牙形状都类似的,当然我们不能够苛求这个,可能这个海外的这个影视幅画团队, 能够这么精确的了解这个中国的这个装面的变化,但是其实是在历史上还是曾经存在的一些元素来设计的 在北宋结婚的时候呢还是会穿红袍,女装,那男装呢也会穿根据你的品级不同,来穿不同颜色的袍服 不过呢有一个正好的巧合就是在宋代女性的最高等级的大礼服,她其实是深青色的,也是这个就是青绿色系,而男装呢也是偏向以这个红色为主,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地后画像里头就是一位穿蓝色一位穿红色 我们会看到这个它肩膀上绑的这个袋子,它其实主要功能还是为了方便,就是你的服装弄得更紧素 实际上在宋代确实也有类似的这个结构叫攀驳,在你在劳作的时候,系两条绳子,把你的袖子给撸上去,这样呢就会防止你的袖子垂散 那这个做法呢在宋画里头很常见,那确实也是这个劳动人民需要经常使用的一个结构 Comment04 IVE 呃 sex Bishop 头 寮身 头 铺 头 leche 金蜜 头 银子 和 月 铺 铺 做法了吧 也就是 用心上这个脸的写真 看的一个写真 所以就会呼类的由装ness